哈囉 早安 鳥羽哥 I'm Yuga 今天要玩蘿兒 蘿兒最近修復了一個BUG 就是蘿兒同時在多個目標身上 觸發被動的時候 偶爾會丟失傷害及治療的問題 那個被動就是指 蘿兒你用技能疊到那個被動翻層吧 就會爆炸嘛 那個爆炸 大家應該玩蘿兒都有個經驗吧 就是對方枕頭人站在一起 或兵線枕頭在一起 那個被動在爆的時候 它會像鞭炮一樣一直連環爆 因為爆那個其實它是一個小範圍 會讓那個周圍的人也一起再多疊那個被動 所以就會變成很像鞭炮連環爆 然後那枕頭人就會瞬間被你秒殺 那個畫面非常的療癒 那之前有這個問題啊 偶爾會丟失傷害跟治療嘛 那現在改強了之後 如果在以後 這個打群架的時候 應該是會更強才對啦 那這版本玩蘿兒的人很少 他最大的問題還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蘿兒再怎麼會滑 大招再怎麼會開 你的冷卻再怎麼會弄到40% 你二技能滑完 都會有一兩秒的空窗時間 那現在這個版本 有順傷的角色太多太多了 就擔當我們說下路這個林地好了 他也是在玩一個順傷嘛 大招瞬間滑過來那個瞬間傷害 所以有順傷太多的人 他們一定都會抓你蘿兒滑完的瞬間 直接給你致命一擊 那蘿兒根本不用玩 所以我想著想 以前蘿兒都會出很多那種半坦流嘛 那我就覺得蘿兒是一個很尷尬的角色 出半坦其實他也扛不出什麼傷害 不如我們就多出一點攻擊裝備 多出一點攻擊裝備 這樣子我先把敵人殺掉 敵人就殺不死我 這是我的邏輯啦 但通常我都是先被殺死的那一個人 好啦來看到下路 對面也是芽芽欸 好像可以滑喔 滑起來 然後銀咒勾到我 好險我是帶清醒的 清醒是可以直接解掉銀咒的勾子 那銀咒呢他最關鍵的就是那個二技能 他沒有那個二技能大招也不能開 對 那如果是輔助裝的清醒 你只能解掉那個控制 就是銀咒把你甩過去的時候 可以解那個控制 那不能直接把繩子解掉 那跟著我們的星葵 這個星葵是璀璨的啊 我覺得他頭上那個芽芽可能是跟他雙排吧 因為他整場都跟著星葵 只有一開始跟著我 不然其實我前期蠻開心的 因為有個芽芽跟著我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羅勒你在滑的時候 你大招開在原地 對手一定會跑 那這個版本 除了順傷高之外 有位移的角色也很多 你以為人家會乖乖待在你的大招裡面跟你打嗎 基本上很難啦 你看這個清念 看到我滑過去 直接就丟掉了 我根本留不住人 對吧 留不住人我也沒有那個瞬間爆發 所以就變成說我開完大招 欸完蛋了 我的大招現在的冷卻會有那個空裝時間 就很容易會被人家逮住 逮的正早我可能就會被秒掉 所以 那我們前期就是蝦姐的龍吧 我本來是想要出雞寒之戶的 本來是想要出 但是 我剛剛 就想說 拉茲給我一套 雞寒之戶雖然會加物防 但拉茲是魔攻欸 我也扛不住啊 所以想了想 算了 我們就直接出多一點的魔攻 然後盡量要搭配一點冷卻跟生命值 所以 惡魔微笑 還有那個 仙靈祕露 算是不錯的選擇 以前的蘿兒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大概在一兩年前 蘿兒是沒有人再跟你出什麼穿透裝備的 魔穿沒有人出的 現在大家都要出啊 對 因為以前大家會覺得蘿兒的爆炸是正常 可是蘿兒你在被動還沒爆炸之前 你還是打一個魔法大海 所以 魔穿 對蘿兒來說還是需要的 那剛剛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大家有關注到一個細節嗎 就是 這個星葵 他竟然等我來才吃重兵欸 我跟這個星葵不認識喔 他竟然等我來吃這個重兵欸 這個舉動 在這2023年 還有多少打野會做這件事情 還有多少 少之又少 而且是在一個璀璨的人 發生了這件事情 他這個舉動 不覺得令人覺得很甘心欸 很大心嗎 應該吧 應該會吧 那這時候星葵在我旁邊啊 所以我看到人是惡話不說 直接滑上去的 沒有在怕的 欸 銀咒沒有拉到 但是我剛剛還是秒清醒了 來搭配星葵 但是距離不夠 有點可惜啊 這就是我說的 留不住那個人 他一個位移技能就跑掉了 那我現在沒有大招 有點尷尬 那羅爾我覺得他在開炸的時候 你還要搭配那個 惡魔覺醒的魔紋 這樣子一二技能冷卻會更壞 會更壞 這邊看一下我們的書 書被上了 我再滑過去開個大招 被拉著一套空到底之後 再變成動物 哭啊 太狠了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真的 有時候很討厭打芽芽就是這樣 因為你會先被對手 打一套 控一套 控完之後再變成動物 你真的很難反擊 就這樣死掉了我 幫我們打野吃個魔龍 這場我更併你的星葵 因為芽芽跟他嘛 所以我要跟星葵 這樣我們在華人的時候 至少有人可以再幫我們 遠處收割 收頭 或者是幫我們控制也好 哇 拉茲直接大閃 拉茲可能跟蘇有仇喔 他剛剛殺蘇一次 現在又大閃 就是要殺他欸 自己死也沒差喔 欸 拉到 清醒真的好好用 清醒就直接 直接 把這個銀咒 變成沒有用的角色 他只剩普攻啊 可是 銀咒這個角色 我都把他歸裂成像是 刀鋒那種刷新角 因為他只要擊殺或助攻 他就會增加很高額的跑速 跟他的攻速 但是他沒有擊殺或助攻的話 他攻速很慢 現在大家銀咒都會習慣出紅野刀 以前的銀咒 我一直拿以前出來講 真的很懷念 我覺得傳說這個遊戲齁 他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不斷的在改朝換代 這以前大家就像納克阿 我以前的影片有跟大家比喻嗎 最以前刀鋒跟納克馬上都是出紅刀流 後來呢 變成打野斧流 現在又改成紅刀流 你不覺得傳說 不斷的一直在改 改朝換代的感覺 明明那個角色就沒有改多少 沒有改變多少 可是大家對他的出裝 卻是不斷的在更改 我覺得還是那一句話啦 潮流啦 只要有一個人這樣出 然後大家看那個人好像玩得還不錯 就會有第二個人跟著他這樣出 然後進階的呢 就會有更多人跟著他們這樣出 沒錯吧 就很像我們看直立聯賽 有人玩靈地 欸還不錯欸 聖劍爆發這麼高喔 那就會有更多人跟著去玩靈地 變成現在靈地還蠻夯的 可是是羅爾打靈地的話 只要誰先滑 那個人就輸了 滑的意思就是靈地開大 靈地開大瞬間 我們馬上二技能滑他 我們會用二技能的那個 短暫的無敵 去躲掉靈地的大招 對 那下路我們剛剛帶了兵線 可以來推囉 這場的星葵 搭芽芽真的好強喔 很強 因為星葵本身 機動性高 就是他位移很遠 傷害又很高 搭配芽芽 哇 有沒有看到嗎 盪進去 那個人根本沒有 沒有能力可以反擊 就被秒殺了 太扯了 太扯了 我還想滑啊 給不給機會滑啊 這場我還沒有滑到很盡興的感覺 雖然前中期我們已經打了蠻多架了啦 有了就是這邊 我在等靈地開大你知道嗎 有了 有沒有 靈地他只要大招一滑 我也用二技能往他的臉上滑 靈地打不贏羅爾的 超市移住了 Destroy 欸 欸欸欸 三路全爆 三路全爆 我可沒有要點主堡 我是很想要繼續滑啦 畢竟羅爾就是一個中後期的角色 好不容易肥起來 可以開滑了 結果遊戲又結束了 這場星葵真的超強的 他 一個人達了40幾%的輸出 果然是璀璨 好啦那這場羅爾就分享給大家 趕快把影片給大家的喜歡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